韩剧鬼怪里浪漫的蕎麦花还紧致在苗栗也看得到 农粮署推广国产杂粮及特色作物会同苗栗区农业改良厂等单位在苗栗县西湖乡辅导农友转做蕎麦 今天上午并在专业青农张智杰的农田糖办蕎麦栽培管理示范观摩会鼓励更多农友投入 蕎麦种植效益除了作物收成营造花海美景及生产蕎麦花蜜 目前政府每公顷还补助转器做4万5千元 农粮署北区分书长苏宗正指出 国产蕎麦目前一年栽培面积约80公顷 总产量约128公顿 自给率约仅26% 国内蕎麦具推广发展空间 农粮署并将蕎麦列入调整根做制度 活化农地计划进口替代转器做项目 鼓励农友投入生产 他指出 蕎麦在台湾为秋冬里做栽培 这次示范田品种为台中3号 聚早熟半矮性及大力的特性 9月下旬在汉田撒播才有机栽培 生长期约80天 农友入门的门槛低 预估产量每公顷可达1500公斤 除取代原有二期稻作 还可用杂粮收获机采收 省时省工 并可领取转器做补贴 每公顷4万5千元 另外乔麦也是秋冬季蜜蜂 蝴蝶最佳蜜原植物 一举数得 苗栗县政府农务科长徐春良表示 国内稻米生产过剩且今年稻股价格偏低 政府鼓励栽种杂粮作物 对水源较不足的农田是不错的 选择 乔麦对县内农民来说是较陌生的作物 目前西湖想栽种月一公顷 乔麦并非像稻米 小麦大麦之类的荷本和植物 它也是蜜原植物 花海迷人 西湖近年推花海马拉松 乔麦值得推荐 张智杰说 乔麦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作物 它想应政府的水和田转做政策 去年本想转做黄豆 但夏天雨下不停 等田干的时候都已10月份 结果尝试种乔麦 觉得很不错 尤其花海很漂亮 乔麦面是日本人很喜欢的食物 但乔麦缺乏精性 所以要加一些面粉揉制 观摩会场还准备乔麦面 乔麦四神汤 乔麦珍珠丸 吸引玉惠人士品尝 苗栗线西湖香的 乔麦甜 目前仍有花海的景观 记着胡蓬生摄影 分享 乔麦也是蜜原植物 记着胡蓬生摄影 分享 苗栗线西湖香的乔麦甜 目前仍有花海的景观 记着胡蓬生摄影 分享 乔麦栽培示范 观摩会准备了 乔麦珍珠丸等美食 让人垂涎 记着胡蓬生摄影 分享 乔麦的营养价值高 记着胡蓬生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